没错 这是一把散弹枪 配上一堆燃烧瓶 就问你离谱不离谱 这期视频咱们就来看看CSQ里面有什么离谱的改枪 首先看第一位 你对AK怕不是尿不尽吧 这么长的弹夹 要是上战场的话 估计要背个九级包才能装下吧 但是也是完美的避开了子弹不足的问题 那么如果让AWP和P90合体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狙击P90诞生了 你们说这玩意是不是有狙击的距离 P90的射速 我只能说 给我一把这样的枪 我能一个人守住A弹 还有这一把枪 这把野牛通风枪有自己的想法 刺刀对着自己 这能看就是大地球的密码吗 我就需要不说话 但是这还不是最离谱的 再看这一次 AK47和折叠刀的合体 那么枪和刀的合体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走走走咱们来试试看 直接变成了AK47风轻版本 这玩意可以在战场上发挥重要的作用 就比如 我可以这样 这样 身子还可以这样 明天我就要写一篇文章 关于CSQ里面的枪能拐弯这件事 如果真的有这样一把枪 那我不就无敌了吗 当我以为最离谱的就是这个的时候 他竟然还有另一个功能 就是不知道他的队友能不能受得了 有人说这把枪不能开枪吗 不 他是可以开枪的 就是 开枪的同时会给自己一个脑瓜崩 非常的人性化 AT的创死人都没有想到有一天自己的武器能变了这么多功能 如果这才不够离谱 看这个 家常版AWP 打A小的时候带上他 一看就这个狠角色 那么有的观众就要问了 你这只是个装饰 能打吗 这 当然可以 用家常版的AWP 可以看到敌人脸上的威生物 就是不知道这个打架的时候有什么用 难道我还要认识每个人细胞长什么样子吗 啊 凄 如果你用这把枪对着月亮 就可以看到月亮上面的宇航员 不仅如此 你甚至可以在那蹦蹦跳的时候给他来一枪 可是还有一个问题 这只是瞄准竞加长了 真的可以打这么远的距离吗 结果过了一会 天然好像真的有东西掉下来了 行 这把枪真不错 那我说 试试试呀 试试呀 试试